《妄境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 自信亲近圆明体 从这一体 这个体是空的 空不是无 它能现象吗 能生万无 所以从一体 起二用 这个二用 就是正报跟义报 正报是自己 义报是我们的环境 环境里面有人 人也是义报 佛也是义报 菩萨也是义报 妖魔鬼怪也是义报 这个通通叫人事环境 人事环境 另外一部分就是物质 这个现象就是物质环境 这环境有没有呢 有 假的 不是真的 正如同我们做梦一样 我们在梦中有自己 自己珍宝 梦中里面的境界 有人事环境 有物质环境 夜深 一切深 做梦的时候 通通都有了 现前了 睡醒了之后 全灭了 一报正报 都没有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醒了就没有了 勇家大事 正到过上时的好啊 梦里明明有六曲 绝后空空无大前 如果你正到阿罗汉国 就像一场梦醒了 做了六道轮回的梦 六道轮回不见了 醒了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死神发结 殊不知 死神发结 也在梦中 六道是梦中之梦 梦里醒过来了 再一次的觉悟 又醒过来了 哎哟 死神发结不见了 那行过来 是什么样子呢 一针发结 现前 十报庄元图现前 这一行过来 自己确确确实实 就生在这个 十报庄 我们一般讲的 化藏世界 啊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是化藏世界里面 一个特区 无比的殊胜 这个特区 是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在那里主持 也是阿弥陀佛 创办的 真的像梦行了 哎呀 恢复正常了 这想到是做了一场 大噩梦啊 那梦中的事情 自己还清清楚楚 明明白 佛菩萨 祖师大德 常常用这些比喻 要我们从这些比喻里面 细心去体会 谢谢大家